大家好 今天為了支持同學去罷課 抗議人大落閘 於是就拍了短片 希望鼓勵同學去支持同學去罷課 希望同學罷課不罷學 通識教的什麼好呢 跟同學講講PASS PAPER 教教同學如何搭卷 希望同學能夠在通識上拿高分數 提高同學對政治認識 今天講什麼題目去支持同學罷課 講2012年的通識卷 2012年的通識卷 有一條題目就問 本港有不同的政治組織 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 回答這條題目 當然同學最簡單可以回答 就是因為香港立法會有不同的政治組織 而不同的議員激進派 在議會內定招 影響政府的立法會通過議案 這樣回答是OK的 但這樣回答會不會高分呢 當然不會 同學要回答這條問題 最好要明白立法會的組成 當你明白立法會的組成 當你明白立法會的組成 回答這條題目 你有多些資料的話 你回答的分數 取得的分數自然會更高 同學回答這條題目的時候 才要理解回歸之後 至2008年的立法會組成 其實回歸之後至2008年的立法會 是由兩個界別組成的 一方面是功能組別 另一方面是地區直選 功能組別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功能組別是由某些職業裡的 所有的某些選民 才有資格去投票 這些選民不太多 有20多萬左右 記住 這個組別佔了立法會一半的議席 而這些議席並非全香港市民 一人一票選出來 而是某些特權階級 有20多萬的業界選民 一人一票選出來 所以是不公平的 到了2012年的政改之後 當時立法會的組成 有少許改變 本來是由60席轉到70席 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 每度都佔35席 但以往功能組別 有很多市民 沒有資格去投專業界別的票 那些市民可以投什麼呢 就申請了5席區議會議席 這5個議席是由大概全香港沒有選 傳統功能界別的選民去選出 所以這5席是由大概320萬非傳統功能組別的選民去選出 那20多萬的業界選民 仍然是選另外30席 舊有傳統功能組別的 問題就是 現在功能組別 全港都是一人一票 這樣代不代表功能組別是公平的呢? 其實是不代表的 大家同學留意一下 320萬的選民 只選5席的區議會 但24萬的選民可以選30席 那麼每一票的比例 票值的比重是否均衡呢? 當然相差很遠 那麼出道理的情況 在上一屆的立法會裡面 這個區議會的超級功能組別的議席裡面 最多票數的議員就是陶謹申 他有31萬票 相反就是 傳統功能組別 他們仍然是有那一票去投票的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只是由百多人選出自己的代表 很多時候 他們連傳統功能組別沒有競爭 是零票當選的 最有名零票當選的例子 當然就是上一屆 銀行界叫吳亮星 就是財委會的主席 你自己想想 他們只是由百多人選出 而在沒有競爭之下 是零票當選的 這零票當選的人 只不過是代表 那百多票 百多個選民的利益 在設立法會裡面佔一席 但是普通的小市民 在沒有傳統功能組別的選票的話 他們是新增的區議會議席 他們是三百多萬的選民 是投五席 結果出來 每票的等值就很不同了 可以是一席裡面 可以是代表百多個選民 但是在最多區議會裡面 反而可以有三十一萬的選票 同樣是一個議席 但是一個就是代表百多人的利益 就是零票當選 但是另一個同樣是一票 但是在立法會裡面的一票 但是由三十萬的選民去選出 這樣是不是公平呢? 當然當然是不公平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功能組別雖然是一人一票 但是仍然是一個很不公平的情況下 產生的 功能組別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最大的作用當然就是為政府的議案 就是為保駕護航 所以就因為這樣的話 只要有傳統的功能組別在的話 其實政府要通過的議案 也相對容易 所以回到剛才的問題 就是 本港有不同的政治組織 因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 假若同學要寫博論的話 那同學可以怎樣寫呢? 你可以寫就是 有些意見認為立法會有政治組織 因而紛爭不斷 令政策難以立法會通過 因而降低了政府的管治效能 這個當然是不成立的 因為立法會其實是有功能組別 而個別的功能組別 只是由少數業界選民選出 例如剛才說過 銀行界只有百多票 而且他們也不需要向港大的選民負責 因此政府要通過的議案 其實是很容易的 即使立法會有多個政黨 有社民連也好 有人民力量也好 有不同的政黨 但因為在功能組別的保駕護航之下 他們通過的議案也是相對容易 所以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09年興建高鐵的議案 在功能組別議員的護航之下 也是通過的 例如 港市不獲法牌 同樣 都有議員要求 用權力特權法去調查這件事 公開行會的紀錄 但問題最終都在功能組別議員的護航之下 是不能通過的 所以即使多個政黨之下 也不太影響政府的管治效能 同學可以這樣博論反駁這個說法 今天講的是這麼多 多謝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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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